1817年,考古学家Henry Rieschukraffy和Thomas Eichmann 在美国密西西比和Mississippi River西岸附近的一块石灰岩石板上 发现了两只人类的脚印,长约10.5英寸,脚趾脚分散,脚掌平斩 与长期习惯于不穿鞋走路的脚印相近 脚步强健有力,脚印自然,各种迹象均表明 脚印是在岩石仍然是软土时候引上去的 根据鉴定,这块石灰岩板已经有两一七千万年历史 1938年,美国肯塔吉州百里学院Kontakte Burrier College 比直锡主任,第二,Boris宣布,他在《试探记》 《Carbony First 》中发现十个与人类完全相同的脚印显规照片和红外线照片证明 这些脚印是人族压力自然造成,而非人工雕刻 据估计,这些有人类脚印的岩石眼,有两亿五千万年历史 三叶虫,Trilebyte是五亿四千万至两亿五千万年前的生物 在两亿五千万年前,二叠际 Pervian结束时,逐渐消失,而绝肿,但离奇的是发生亡 业余化学爱好者,William Treister 于1968年6月,在犹他州,尤特林鸯圈,Antelope Springs 海武纪Cambrian 沉寂言中发现了几块三叶虫化石 本来发现史前生物化石也不稀奇 奇就奇在,在一只三叶虫的化石上面 竟然发现一只成年人穿着便携踩上去的的鞋印和一个小孩的鞋印 长约10.25英寸,宽约0.5英寸,嵌在沿层中 经由他州大学,University,阿菲特著名的化学家,Melvin Cook 鉴定这的确是人的脚印 他叙述说,当我用低纸锤轻轻敲开一块石片时 石片像书本一样打开,我吃惊地发现 一片上面有一个人类的鞋印 中央处踩着三叶虫 另一片上也显出几乎完整无缺的鞋印形状 令人奇怪的是,似乎那几个人穿着现代的轻便鞋 之后,1968年7月,地质学家Dr.Pedickel 亲往林安全考察,又发现了另一个小孩的脚印 1968年8月,沿湖城公立学校Salt Lake City Public School 一位生物学老师,War,又在还有三叶虫画时的同一块岩池中 发现了两个穿鞋子的人类足迹 所有这些发现,仅权威地质学者鉴定 军认为,令人无可怀疑的,是对传统地质学的严重挑战 由他州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University of Utah ESM馆长Madison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那时候地球上没有人类,也没有可以造成性似人类小鹰的猴子 雄或大懒兽,那么,在连脊椎动物也未演化出来之前 有什么刺人的动物会在这个星球上行走呢? 三叶虫是细小的海洋无脊椎动物 羽虾,蟹同类,在地球上存在世界约从五亿年前开始 是二亿五千万年前灭绝 而人类出现的历史与之相比 很短,至于穿上像样的鞋子也不过三千多年 这一切,又该做何解释?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